哇 帥車來了 Oh my gosh 其實呢 在老師要買我的E-Wagon之前 我真正的有在考慮要買這一台 哪一個品牌呢 也就是 Oh fuck fuck 差一點 夾到車 欸 差一點點而已耶 我的天啊 我們先跟E-M說個Hi一下 What's up man 這台是什麼車的 這台嗎 這台是Range Rover的懶運 沒錯沒錯 Sport啦 AKA Sport 那這台聽說是全配就對了 非常多的選配全部都在裡面 我已經等不及坐在駕駛座了好嗎 上車 我們先把車子開過去吧 來來來 今天呢 他牽的那台車其實老師非常喜歡 在我買這台E-Wagon之前 我其實很想要牽那一台 就是說它是我其中一個選擇 那麼在試開那台車之前呢 老師呢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包裹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一一的為你們開箱一下 Let's go 這麼多東西 這都是呢 老師剛剛在我們的這個有沒有 郵箱裡面收到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為你們一一的開箱 首先 來 來自Vans好不好 Vans這個 我應該知道這是什麼的好不好 這應該是老師自己啦 自己前陣子 客製的兩雙鞋子 那麼這個鞋子呢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它這個新的選項的配色 哇 哇 打開竟然有這個東西耶 這是什麼off-white 好塊袋子 不是買Vans嗎 怎麼變成off-white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你看 它的盒子確實是 off-the-wall 也就是Vans 它的經典名言 不過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哪一雙鞋呢 這防塵袋其實看起來還蠻酷的喔 原則上你看 上面寫 Custom made for you 好不好 Custom made for you 它沒有像Nike ID可以寫自己的名字 不過 這雙好帥喔 這雙鞋子是 這個有沒有 近期Vans的一個新配色 那麼老師直接處理這個 哇 太騷了吧 有沒有六人 抱紋 有沒有帥 兩雙 擺在一起就是這麼一回事 哇 老師可以搭配你後面那個滑板耶 唉唷 對齁 嘻哈人士 沒錯 很嘻哈對不對 好 我們下次穿 我們下次那個去滑板就直接穿這樣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像有點太過分 然後我還有一件那個 Supreme 爆紋的 外套 整套這樣去就對了 好 下次我們就這麼做 好 原則上呢 這是其中一雙老師 客製的鞋盤 我們現在就放在這邊 來另外一雙呢 這個顏色超級超級騷的 而且呢 非常的適合 夏天的這種著裝搭配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顏色呢 我個人非常喜歡 看到的時候說 哇 Vince有這個選項我就很喜歡 顏色上呢 一樣給你一個這種防塵袋 那上面一樣寫著 Custom for you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雙鞋子 Oh my gosh What 是不是很騷包 Oh shit 整個都是胎袋 也就是眩染 好不好 這個顏色老師非常非常喜歡 看起來就是很迷幻 這顏色很ㄎㄧ 對 好 如果吃藥 絕對 吃藥的話絕對不建議 穿這雙鞋 因為你會被自己的鞋子這樣 喔齁 等一下 對 好好看好燒包 所以這也是老師呢 其中一雙 夏天會常常穿的 穿的一雙鞋子 原則上這兩雙 老師都是用這個 Vance Authentic 的鞋款 去做設計 老師還蠻喜歡 Authentic的這個鞋款 那我覺得呢 這感覺真的 有沒有帥啊 Oh my god 太燒氣了兩雙 這個太燒 而且夏天老師一定會常常的去穿這一雙 好了 現在呢 這兩雙我們先move out the way 重點來了 Oh my gosh 這一個呢 是直接好像是從台灣寄來的 那我也不知道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最近呢 有很多這個廠商 從台灣直接跟老師聯絡說 欸 老師 那個我們要寄東西過來給你 所以我其實不太清楚 這一個到底是什麼 欸 我知道了 這個品牌 我們來考一下攝影師好不好 攝影師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品牌 Royal Elastic 這是什麼 好像條碼這個 對啊 這個盒子好像蠻帥的對不對 其實原則上呢 Royal Elastic這個品牌呢 是在1996年的時候 誕生的 那麼它是來自Sydney 也就是這個 雪梨的兩個年輕人 他們一起創立的一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其實原則上是以這種 Lifestyle 做設計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這次寄什麼鞋子給老師 Oh my gosh Thank you so much 台灣的這個 Royal Elastic 這個還有防塵袋 是怎麼會 Oh my gosh 喔 攝影師摸一下這個皮質 What 高檔的 欸高檔的耶 可以啊 好帥好帥喔 原則上呢 這是一雙 怎麼講 感覺很像那一種 比較高級的 牙匹風的 像GZ GZ GZ是不是 GZ什麼我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 Jordan Nike跟Ledita 對不對 這鞋子好帥喔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好軟喔 好舒服喔 老師平常呢 很少穿類似這樣子的鞋子 如果有穿類似這樣的鞋子 或是穿類似怎麼講 這個Nike Air Force One啊 或者是類似像這種Blazer 還是說Benz 對不對 但是這雙鞋子 我有點喜歡 因為呢 不只他穿起來非常的舒適以外 型也不錯對不對 是啊 Once again big shout out to 這個Royal Elastic Taiwan 我記得來鞋子 這雙鞋子叫什麼 Oh Icon Icon 這雙鞋子叫Icon 老師個人還蠻 覺得還蠻帥的 不過原則上 我們先把這個 兩雙鞋子都拿出來 放在旁邊 今天全部都鞋子 有點爽 下一雙鞋子 也是來自Royal Elastic 哇 我先把這個脫下來 先放在這邊 一樣 也是Royal Elastic的這個鞋子 那這雙鞋子叫什麼 名稱呢 我看一下 也叫做Icon 跟剛剛那個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鞋子 What 這個是他們很經典的一個配色 Alright 上面還寫還有義大利的旗子 但是它是哪裡做的 台灣 現在什麼時代了 還有鞋子是台灣做的 你知道以前台灣做出來的鞋子 是最Premium 最棒的嗎 以前的Joyan 全部都是台灣做的 摸一下 這皮質太好了 哇 有叫跑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這就是Royal Elastic 這個品牌的logo 非常非常帥 我記得好像在early 2000s 2000年初的時候 這個品牌還蠻流行的 很多人穿 然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穿那個去滑板 好不好 之前他們好像有出過滑板鞋 哇 高級人士啊 我覺得 哇 高級人士 我覺得蠻帥的 老師呢其實蠻喜歡 類似這樣的配色黑佩孔 那麼呢 下次老師有機會的時候 再穿個 怎麼講 穿搭的這一種影片給你們看 Royal Elastic Icon 這雙鞋子我很喜歡 一樣也是來自這個 Royal Elastic這個品牌 他這雙鞋子叫做Landon High 倫敦高銅的齁 像很帥 oh shit 這設計也太帥了吧 這是什麼 購物袋 off什麼 off room 而且它是off white 對不對 有點像購物袋的感覺 這樣講真的有耶 那這個亞麻皮質對不對 這算是帆布啦 帆布的皮質 真的很酷 而且這些鞋子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鞋帶耶 這好像也是這個 Royal Elastic 他們的這個鞋子的其中一個特色齁 我們現在就把它拿起來 穿看看好不好 無言到喔 哇 買菜 買菜齁 對對對 穿這個剛好沒有 那個購物袋直接脫下來裝對不對 好像還蠻不錯的嘛 不過這雙鞋我覺得很酷耶 尤其是它後面這個圖漆這個配色 This is sick man 然後鞋底 Right Royal Elastic Oh my gosh thank you so much 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好啦 最後一雙鞋子 哇 這雙其實老師非常非常的感動 有一個眼尖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粉絲 他直接寫給老師說 欸老師 你那幾雙鞋子 是不是沒有這一雙 沒錯老師 那其實沒有這一雙鞋子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美國有發行 但是呢 他的數量非常非常少 而且那時候我當天看 連那個Vance的有沒有 他們的官方也沒有這一雙鞋子 那麼來自台北的Jazz呢 他就直接寫信給老師說 欸老師 台灣現在有這一雙 你要不要 我當然是說OK啊 要怎麼處理 然後那時候就說 那我要怎麼把錢給你 他說完全沒有問我 那也就是直接幫我處理這一雙 那他買到鞋的時候 他直接就說我的地址是什麼 就寄給我 然後呢後續 當我收到鞋的時候 我才說欸 你都沒有跟我收錢欸 然後他說沒有 那是要送我的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甘心齁 那我現在就把鞋子拿出來給你們看 打開 還有一個 親自 親筆寫的 的這一種 申請告白 申請告白 然後 顏色上寫說 Producty 感謝老師生活分享 讓我們陷入無底的鞋坑 希望老師呢 粉絲破百萬 謝謝你 這是一種讚美嗎 老師 應該是 不過原則上 真的很感謝你 因為呢 不只你自己掏腰包 就算你還 就自己 有沒有 怎麼講 承擔所有的運費 其實真的不便宜 真的很感謝 不過原則上 這是哪一雙鞋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沒錯 也就是老師呢 在我整個 這個VANS成語 Tri-Code Quest聯名裡面 缺 就是唯一缺的一雙鞋子 就是這一雙 這是很正點 那聽說台灣架上還有 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不知道這個 Tri-Code Quest的珍貴性嘛 所以呢 應該沒有賣得很快 但是在美國呢 其實這雙鞋子已經賣得差不多 基本上是沒有 尤其是高筒那一雙 黃色的好像過一個禮拜 整個都 sold out OK 所以呢 原則上呢 我現在的Tri-Code Quest的這個VANS Collab 全部都已經 怎麼講 完成了 Complete 再次說台北的Jazz 好嗎 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你 現在重點來了 來 今天我們這麼多鞋子 對不對 那老師現在也不行說 穿著這個千拖子出去 開車嘛 這樣可以了吧 我覺得這樣比較大一點 可以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一點 好 原則上呢 既然這一次喔 Royal Elastics台灣呢 這麼有誠意 寄那麼多雙鞋子 給老師 老師原則上今天就穿他們的鞋子 出去開新車 Let's go 你這樣出去還會我朋友嗎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坐上了這個EAN 今天開來的這台Range Rover Sports 這台車子 喔幹 這個聲音真的很兇耶 你剛剛這樣踩 我整個耳朵都已經被搶爆了 出水了 不過原則上呢 今天呢 老師喔 開到這台車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真的有點想要買Ether 這台車子 或者是說喔 還有另外一個款式就是Porsche Panamera Panamera 那一台四人座的Coupe 對不對 不過我最後選一選 覺得還是好像是老師的E-Class 比較實際一點喔 不過原則上的這台車子對嘻哈頭來講都非常的吸引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只要講到這個嘻哈 Hip-Hop這個文化對不對 You gotta be a baller man 為什麼叫baller baller其實就是指那種什麼職業籃球明星啊 還是說職業的這種球賽明星啊 那因為呢 他們的這個薪水都領得非常的誇張 所以呢 常常在老舌的歌詞裡面都有說 You gotta be a baller I'm a fucking baller 那個意思對不對 就是說你有錢去燒的意思啊 那麼呢 其實講到這個baller的這種文化對不對 Range Rover 絕對是在他們的top 3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SUV selection 對不對 買這種SUV的這種車子 絕對Range Rover是在前三名 好不好 所以呢 老師今天也非常開心可以開到這個 原則三 You can see Oh my gosh 這個內裝 整個都是紅色的 有夠燒氣的 我的天啊 而且呢 再加上你看 中控的這個Infotainment 這些東西有沒有 全部都是Carbon Fiber的這種造型 非常非常的正點 再加上你看喔 他的這個前面 的這個有沒有 儀表全部也都是電子LCD的這種螢幕 你看這個車子呢 其實呢 說到Range Rover 他真的是所有的設計也非常非常的跟得上時代喔 等一下呢 我們今天呢 就是開著這台車要去 有沒有 我們附近的一個公園 然後呢 去看一下他這個offroad的這一種有沒有 性能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老師等一下很想玩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在設定他的車子的高地是不是 對 OKOK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去玩一下 Let's go 好啦 現在我們已經把這台Range Rover 攬運好不好 已經這樣子牽過來 那麼呢 這是我們附近的一個park 很有名的 Magnisum Park 他這邊呢其實有一些 比較offroad的這種草皮 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他這個有沒有 車子整體身高 然後在這種offroad的這個有沒有 狀態下開起來怎麼樣 不過原則上我們要挑戰這個 好像也沒有很厲害啊 對對對這好像我那台車也開得上去 但是呢 其實呢 這要上去的時候 潑還是有一些 比較顯惡的這種有沒有 狀態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 不過原則上我現在跟著老師進來 Alright 我們現在上來呢 這個地方其實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酷 原則上你如果要將這個車子有沒有 升高的話 那我們先看一下喔 這上面有非常多的這種標誌 那上面呢其實就是顯示出 這各種這種路況啊 你可以喔 將車子怎麼樣的去調配 我們原則上按下去 Holy Fuck Oh My Gosh 這也太帥對不對 那麼呢 要將這個車子升高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按這個東西 是不是 是 好 我們就往上來 車子已經在升高了 這種感覺好爽喔 而且他是前面先升高 然後後面才升高 那麼這升高的時候會變成怎麼樣呢 好像聽說兩個拳頭都塞了進去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看 這個也太高了吧 我們剛剛在Urban的時候 就是那種市區在開的時候 我們故意把它降最低 因為這樣才帥對不對 老師兩隻拳頭上去 來來來兩顆拳頭上去 我看 我的頭也可以進去 哇靠這個太高了 這根本就是 有沒有很像我們在這邊開的四層次喔 它感覺開這種高高的車 我們好像要再來一個特色咖啡對不對 好的要再看怎樣 不過原則上呢 老師現在就直接把車子開去那邊 來看一下喔 好爽喔 其實Magneston Park 這個地方有做了一些類似這種 有沒有off-road的障礙 就是為了要讓你 試一下你的車子 是不是有辦法 就是跨越類似這樣子的路況喔 那我們現在呢 你看 這其實蠻險惡的啦 這如果像我的那個 E-Class Wagon 原則上是上不去的 馬上卡在那裡對不對 那這個坡其實 蠻 怎麼講蠻斜的 上去的時候有點斜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這樣子 往那邊開過來 來看這台車到底是不是很厲害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有卡到嗎 喔! 我愛上這台車了怎麼辦 真的好帥喔 不只呢就是它的越野的性能非常的足夠以外呢 這台車子的整體內裝 哇我是感覺根本就不像在開一台這個有沒有越野的性能SUV 根本就很像開了一台勞斯萊斯 所以剛剛我在開的時候開那個越野 我覺得奇怪那個狀態沒有辦法就是說回神喔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很厲害 現在呢這個空地這麼大對不對 我剛剛其實硬踩一下真的有燒胎 但是我們如果要燒胎你知道怎麼樣嗎 如何呢 車子要降低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會翻出去對不對 老師降低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降低一下來來來 降低了喔 現在在降了喔 哇整台降下去了 來從原本的一顆拳頭現在 從原本的兩顆拳頭 現在變成 完全塞不進去 有沒有 我們沒有在騙你 剛剛我們是兩個拳頭 現在是 只有 連拳頭都塞不進去喔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硬踩一下喔 我已經愛上這一台喔 我覺得這台真的是超級超級冰 超級超級冰 超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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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講到這台車子 我個人真的非常喜歡 它內部的非常多的這種功能喔 其中一個我最愛的就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老師會這麼愛五門車 除了這個車子 沒有啦 有講到這個對不對 對 簡單真的是被殺人面口 我跟你講 我呢很喜歡這五門的車子 是因為後面有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置物對不對 那其實呢 像這種SUV的車子 原則上 當然一定要有這樣子的功能 不過呢 一般的SUV 像比如說老師的五門車 很少會有像E-Class 後面還可以有兩個折疊式的椅子出來 而且是可以buckle對不對 這台車子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它比老師更厲害的是哪一個東西 來 我們現在就按這個按鈕 來這兩個按鈕呢 直接按下去 OMG 電動的3rd row seat 第三排的座椅喔 這個呢 就像我們E-AN說的呢 如果呢 出去夜店跑趴的時候 對不對 突然虧到兩個妹對不對 直接 塞在後面喔 而且這個3rd row seat的這個後座呢 說真的還蠻大的 來E-AN你特寫一下 有沒有 哪個女生她腳會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當然是沒有啊 那這個3rd row seat 其實對於這個小孩子來說 也是一個很可愛的這種 他們會很喜歡的一個小空間喔 那麼這個太帥了吧 電動的耶 真的好屌喔 所以呢 老師覺得真的 開始有點小小的變心怎麼辦 我們問一下E-AN E-AN這個也是有buckle的耶 對對對 天啊 所以這也是這個 Street Legal 真的可以開出去的 就是說可以坐在後面 然後是安全的這種 有沒有座椅喔 真的太帥了 老師好喜歡好喜歡喔 老師怎麼樣滿意嗎 哇 直接你今天開我的賓室回去好了 因為我真的滿喜歡這台車 中了啦 好不好 中了喔 還有喔 講到天窗 其實這台車的天窗真的是 極大的大好不好 超級大的 我們來把它開一下 但是它這個收的有點不好看 好不好 這個窗簾收的有點不好看 但是也太大了吧 我個人呢 其實很喜歡這種 有沒有很open的這種 啊 視野 所以呢 很開放的視野這種車子 我開起來都很開心 非常非常喜歡喔 好啦 再次感謝今天大家收看 老師為你們更新的這一集 哇 再次感謝自己的homeboy E-AN今天 傳的這一台那麼厲害的車子 讓老師開一下 不只讓我下班之後 有一個娛樂的這種 發洩的管道對不對 再加上其實 說真的 老師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這一台車 好啦 E-AN 一萬八跟你收 一萬八美金 一萬八嗎 老師你一塊子拿來先吧 蛤 對啊 就一塊子拿來 沒關係 好直接換好不好 好啦 一直這樣就是這樣子喔 我們先走囉 然後我們來踩一下這個油門 看多大聲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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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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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